1951年1月25日,志愿军发起了第四次战役。 按照志愿军总部东领西方的战术,位于西县的志愿军第38军和第50军,奉命坚守汉江南岸,掩护东县志愿军部队的攻击,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要图,而350.3的高地,是整场阻击战之中,最关键的一个点之一。 这里恶守着汉城的咽喉咬道,如果这个阵地失守,不仅整个38军的防线会动摇,并且也会使得敌人就会像潮水般的向前逃去,使我军失去消灭敌军主力的战机。 负责守卫这个高地的是38军342团一营,而他们面临的敌人是美军王牌部队骑兵第一师整整两个团的兵力,另外350.5高地,是38军整条防线最前沿,这就意味着一营要面临被三面围攻的困难境地。 这注定是一场残酷异常的战斗,美军袭兵第一师,凭借着战友绝对优势的火力,把整个阵地炸成一片火海,整个阵地没剩下一处完整的攻势,守卫在高地最前沿的一营二连伤亡严重,战至最后仅剩五人。 营长曹玉海命令二连向营部主阵地转移,一位叫做潘学士班长,在双腿被炸断的情况下,拒绝了战友们背着他下阵地的要求,而是选择留下来掩护战友撤退。 当二连仅剩的四人撤回阵地之后,一群美军便冲上了前沿阵地,潘学士等到美军冲到眼前的时候,毫不犹豫地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,志愿军阻击战。 照片战斗仍旧在继续,美其兵第一师向350.5高地的主阵地,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,而一营尽管伤亡严重,但仍旧死死地盯在了阵地上,夜幕降临,敌人炮火渐渐停止,而营长曹玉海意识到明天将是一场更加残烈的血战。 晚上,他在召开了党员,骨干会议,带领党员宣誓,为了保卫祖国,保卫朝鲜人民,是与阵地共存亡。 敌人为了打开生路,已经到了狗急跳墙般的疯狂境地。 1951年2月12日普晓,美其一师的一个团,在24架飞机,52辆坦克,50门大炮的配合下,向一营主阵地35.3高地,发动了疯狂进攻。 此时一营已经用上了最后的御飞队,但药也已经所剩无几了。 当一营接连打退敌人六次进攻时,一营阵地上只剩下几十人了,副市长亲自打来电话,向营长曹玉海询问,能不能坚守到预定时间? 曹玉海用着已经嘶哑的嗓子回答,首长,有我曹玉海在,阵地就在。 而就在此时,营长曹玉海发现,美军派出一部分命力,从阵地后方迂回上来,包围了营部,团长,我向你告别了。 曹玉海说完,抄起桌子上的二十响,就带着营部的人员冲了出去,他身先士卒一边跑着,一边向美军开火。 战士们见到自己的营长冲锋在前,个个奋勇争先,一股作气就把美军打了下去,突然,敌人的两发子弹打中了曹玉海的头部和胸部,坚决,收住阵地,重弹倒地的曹玉海,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大喊,随即就撞猎牺牲,年仅二十八岁,志愿军中机枪阵地,被营长报仇。 正下的战士们高呼着口号冲向敌人,把班长沈德恩左眼负伤,右臂和左腿被打断,仍坚持不下火线,直至战死,一般长途经头部负重伤,血流满面,仍继续向敌射击,最后仅用一只胳膊,把冲锋枪顶在胸前,战斗到牺牲,卫生员孙电金三次负伤,右腿被炸断,他冒着炮火爬着包扎伤员,却不肯为自己包扎, 直至牺牲,炮首富国梁一连打出百一发炮弹,敌人恨透了他,集中炮火轰击他在的地方,一发重炮弹落在他身边,把他的六炮打飞了,炮盘被炸碎了,烟尘把他埋了,他挣扎着爬起来,找着炮筒用手扶着继续射击,炮筒打红了,他的手蹚起了一个个血炮,仍不停地射击,教导员芳心子弹打完了,便抱起一颗六十拍击, 一炮的炮弹,引着火扑向敌群,在敌人的惊呼和哀嚎中,与敌同归于尽,牺牲十年仅二十七岁,陆军某不荣誉市中的曹玉海塑像及支援军授予的蒋奇终于,敌人的进攻又一次被击退了,此时增援部队也已经赶到,当增援部队前来接替易营防御任务时, 他们发现易营阵地上最后活着的,只有两个人了,战后,易营被志愿军总部,授予抗美援朝英雄营的光荣称号,荣基集体一等攻一次,并授予攻守兼备蒋奇一面,而,三连也由志愿军总部继特等攻一次,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连光荣称号,应该说,他们是当之无愧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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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